现在杭州的肯德基 真的可以让你靠脸吃饭 点餐完对准荧幕 三秒内核对身份直接扣款 手机钱包LOMENZA 化农装带假发也OK 这样的技术上线三个月 就吸引875万大陆民众 抢着使用 这一次的话 与之前的挑战不同在于 这一次是一个公开的线下场景 然后是在一个公共设备上 人和一台自主点餐机进行交互 然后完成支付 台湾社会在未来的五年 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讨论 那大家一起得到 在台湾这个社会 大家愿意接受的刷脸的 发展到什么程度 北京更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刷脸城 从进卖场到上下班打卡 甚至是公厕拿卫生纸都得刷脸 街道上也装了1.76亿支监视器 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 从你的头发长短 衣服颜色都在监控之中 失误率仅仅百万分之一 有机会被侵犯吧 基本上我自己觉得 我也不是个大帅哥 那谁会用我的照片 民众忧心隐私问题 但警方却把他视为治安帮手 机场里像这样单纯的行走 电脑已经从你的头行 每间的距离 把你的脸部特征编好记录 一秒就能辨识出 三百万个人的面孔 大陆警方更因此抓回 三千个通气犯 最后就是这种涉及到 数据安全和隐私 我们通过加密脱密 等一系列的安全保证 最大限度的保证 用户的隐私和安全 2021年脸部辨识商机 也上看两千两百亿台币 政府的法规如何配合 看来也迫在眉睫 东森财经新闻 六字六字腾余嘉豪 综合报道